作曲贸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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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都比较喜欢画画 还有我去到哪里都喜欢有本宝 还有有芝笔起身边 还有我又比较贪美 喜欢一些光亮的东西 加上我做这一行 第一就是因为由于好家里做珠宝 我自己也很喜歡畫畫和設計 也喜歡閃靚靚的東西 我很幸運順理成章地做了珠穆設計師 我的設計靈感通常都是源自於自己的生活和興趣 例如我自己比較喜歡插花和分享 我會插花的時候 我會運用到花的形態造成首飾 例如我自己有一個首飾就是用銀行葉去設計 上面也利用了金的雙痕 去造成一個銀行葉的襯托 還有我都會有些首飾上面 都會利用花粉去襯托珍珠 令到珍珠更加有動感 還有我自己有空都會去手工藝展覽 例如我之前去意大利的時候都會去看博物館 我都很喜歡看他們的首飾 因為他們的首飾有時會有些傳統 例如他們會有拉絲 還有利用滾珠的傷痕方式 所以我都會利用這些去加入自己的珠寶上面 還有我分享上面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風格是比較多便 所以分享的時候 有時看一個形態 它的線條又可以令到我設計出不同的 比較有動感一點的手飾 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讀完珠寶設計之後 家裡有兩個熟客 他們知道我讀完珠寶設計之後 特地等我去幫他們設計幾套翡翠 還有當時我很擔心設計得不好 誰知道設計完之後 他們看到我非常喜歡 當時對我是一份很大的支持 和很觸碰我 他們還跟我說 記住這一團火 做好自己的珠寶設計 和設計出更加不同 和更加漂亮的首飾 看到他們這麼開心 令我更加有信心 和很大的強心心 令我繼續走珠寶設計這條路 第一件自己設計的首飾 就是屬於我自己的項鏈 當初為什麼我會做這條項鏈呢 因為我覺得可以代表我自己 它又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用了自己的名字 其中一個字 去造成一條項鏈 而且我傷害了鑽石 覺得可以崩崩 代表自己可以閃耀的人生 直至現在我還天天都會經常大轉 對於在香港做珠寶設計師困不困難 對於我來說 家本身就是做珠寶的 家人都幫了我很多 還有我們自己有工場 就更加有師傅他們 又會幫我去設計 不過對於好像剛剛出社會的人來說 相對來說是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畢竟沒有這種人物 沒有這種渠道 通常只可以在畫紙上去畫圖 所以是比較難認識的 不過對於我來說 我相信幾困難也好 只要很努力 和相信自己的目標 有時候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會發生 就好像我遇到Jury Founder一樣 不忘創新一件件珠寶 標記住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先查理一下